大家好,又是我们灵规范探索 探索改善人生,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多谢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才有我们 你是否喜欢挑战呢? 我相信当你喜欢挑战时 你会发现方法越来越多 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原因吧 首先,当我们勇于面对挑战时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积极的心态 这意味着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 并愿意接受挑战 这种心态对于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 当我们开始追求挑战时 我们会发现周围有许多资源和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达成目标 这就是挑战带来的好处之一 我们开始探索新的可能性 寻找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而这些方法有时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但却非常有效 挑战同时也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当我们面临困境时 不得不思考新的想法和创意解决方案 这种挑战激发了我们内在的创造力 使我们能够超越自我 创造出令人惊艳的成果 除了个人成长外 挑战也能够为我们的工作 学习或兴趣领域带来许多好处 极由接受挑战 我们能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同时透过挑战 我们也能建立起对于解决问题的信心 并成为他人以赖的伙伴 最后挑战还能够为我们带来机会和成就感 当我们超越自我并克服困难时 我们会感到无比的满足和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能够驱使我们更进一步 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挑战 你是否喜欢放弃呢 如果你喜欢放弃 那么借口就会越来越多 首先 当我们面临困难或挑战时 放弃往往是一种简单的逃避方式 我们可以找到各种理由和借口 来证明放弃是正确的选择 这些借口可能是我们觉得太难 太累 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 然而 这些借口只是掩饰了我们的恐惧 和不愿意面对挑战的心态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放弃时 我们逐渐养成了一种放弃的习惯 这种习惯会让我们对困难 失去耐心和毅力 我们会很容易放弃并导出更多的借口 这样的循环使我们陷入了困境 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然而 如果我们能够克服放弃的心态 那么我们就能够开启成功的大门 首先 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动机 当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时 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放弃的后果 并激发自己的动力和毅力 此外 我们也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只要我们不断挑战自己 学习和成长 我们就能够超越自我 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和挑战 这种自信将成为我们坚持不放弃的力量 最后 我们需要培养坚持不懈的精神 成功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需要付出努力 克服挫折并持之以恒 每一次的挫折和困难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我们就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 总而言之 放弃只会带来错失机会和后悔 而坚持不懈则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不要让借口成为阻碍我们实现梦想的障碍 让我们勇敢面对挑战 坚持追求我们的目标 因为当我们克服困难时 我们才能发现内心的力量和无限的可能性 你是否喜欢抱怨呢 如果你喜欢抱怨 那么烦恼反而会越来越多 首先 当我们抱怨时 我们将注意力放在问题和不满上 抱怨只会加强我们对困难和负面情绪的关注 而不是解决问题或寻找解决方案 这种负面的心态会让我们陷入无穷的循环中 越抱怨 烦恼就越多 相反 如果我们能够转变思维方式 将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 我们就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需要我们具备正向思考的能力 关注可能的解决方法 而不是陷入抱怨和消极情绪中 另外抱怨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当我们不断抱怨时 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沮丧和消极 这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 相反 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种积极的心态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将能够更快地走出困境 烦恼也会逐渐减少 此外 抱怨也会给他人带来负面影响 当我们不断抱怨时 我们可能会传递负面情绪给周围的人 影响他们的心情和工作氛围 相反 如果我们能够展示积极的态度 寻求解决方案 我们将成为他人以赖的伙伴 共同解决问题 创造更好的环境 抱怨只会让烦恼越来越多 我们应该学会转变思维方式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保持积极的态度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走出抱怨的阴影 实现更多的成功和幸福 所以让我们停止抱怨 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活出更积极的生活吧 你是否喜欢拼搏呢 如果你喜欢拼搏 那么成功就会越来越多 首先 拼搏意味着不断努力和奋斗 对于达成目标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当我们愿意付出努力 投入时间和精力 我们就能够逐渐接近成功的目标 拼搏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态度 它让我们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 其次拼搏养成了我们的专注力和耐力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集中精力 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 拼搏让我们学会坚持 即使遇到挫折或困难 我们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前进 这种耐力和毅力是成功的基石 同时 拼搏也鼓励我们学习和成长 当我们拼搏时 我们会不断学习新知识 技能和经验 这使我们更加全面和有竞争力 拼搏让我们迎接挑战 超越自我 不断成长 从而取得更多成功的机会 此外 拼搏也培养了我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当我们追求成功时 我们需要思考新的解决方案和创意方法 拼搏鼓励我们探索不同的思路 勇于尝试新的方式 从而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种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为我们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脱颖而出 提供了竞争优势 最后 拼搏带来的成功不仅仅是结果 更是一种内在的满足和成就感 当我们努力工作 克服困难 最终实现目标时 我们会感到自豪和满足 这种成功的感觉激励住我们继续拼搏 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成就 拼搏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它要求我们努力 耐心 创造力和毅力 只有通过拼搏 我们才能够实现更多的成功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 让我们怀住拼搏的态度 勇往直前 迎接挑战 创造属于我们的成功吧 你是否喜欢逃避呢 如果你喜欢逃避 那么失败就会越来越多 首先 逃避只是暂时性的解决方案 当我们面临困难 挑战或压力时 逃避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暂时的安慰 让我们暂时避开困境 然而 这种逃避只是在回避问题 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 问题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继续存在 并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其次 逃避限制了我们的成长和学习 当我们逃避困难时 我们错失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在困难中 我们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并发展我们的技能和能力 逃避只会使我们停滞不前 错过成长的机会 同时 逃避也会影响我们的自信心和心理健康 当我们经常逃避困难时 我们的自信心会受到损害 我们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这可能导致压力和焦虑 相反 当我们勇敢面对挑战 克服困难时 我们的自信心和心理健康会得到提升 此外 逃避也会给他人带来负面影响 当我们逃避责任或困难时 我们可能会让他人失望或无法依赖 这种逃避态度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破坏信任和合作 相反 当我们勇于面对挑战并解决问题时 我们成为他人的支持者和伙伴 共同创造更好的结果 逃避只会带来更多的失败 我们应该勇敢面对困难 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只有通过直面挑战 我们才能够学习成长和取得成功 所以 让我们放下逃避 勇敢面对困难 迎接挑战并迈向属于我们的成功吧 你是否喜欢分享呢 如果你喜欢分享 那么朋友就会越来越多 首先 分享是一种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 当我们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 经验和想法时 我们就能够与他人建立更深厚的联系 分享能够促进交流和互相学习 让我们与他人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共同的兴趣 其次 分享让我们拥有影响力和价值 当我们分享有价值的内容或资讯时 我们成为他人依赖的来源 这种价值和影响力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关注和尊重 还能够扩大我们的社交圈子 结交更多的朋友和伙伴 同时 分享能够丰富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视野 当我们分享时 我们不仅帮助他人学习和成长 也让自己不断学习和深化对知识领域的理解 透过分享 我们可以获得反馈和其他人的观点 这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 拓宽思维 并继续成长 此外 分享也能够提升我们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当我们将自己的想法和知识分享给他人时 我们需要清晰 有说服力地表达出来 这种沟通和表达的能力 对于个人和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 最后 分享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是无可比拟的 当我们能够帮助他人 启发他人 看到他人因我们的分享而成长和树一时 我们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 这种快乐来自于与他人的连结和共享成果 分享不仅能够连结人与人 建立深厚的友谊还能够丰富自己的知识 提升沟通能力和带来快乐的感受 所以让我们喜欢分享 将我们的价值和影响力传播给更多人 让我们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广阔吧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